密宝迷宗,大佛密藏与武则天之谜 第一章,神秘的乐山大佛 在四川乐山,拥有着世界文明的大佛 这座巨大的佛像在古代被称为神灵的化身 最近,一支由考古学家和科学家组成的探险队 在对大佛进行一连串的科学探测后 发现了佛像内部存在一个隐秘的空间 这一发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也让很多人对这座佛像充满了好奇和敬畏 考古学家林宇航是这次探险的核心成员之一 他带领着他的团队 使用先进的探测设备和科技手段 仔细研究了大佛的结构 结果显示,大佛的身体内确实藏有一个小型的洞穴 林宇航和他的队伍兴奋的进入洞穴 但洞内却什么也没有 空空如也,只有一些古老的符文和奇怪的痕迹 这里曾经确实有人进入过 林宇航喃喃自语道 他们对洞穴的详细检查 发现了一些奇特的标记 似乎暗示着某种古老的仪式 第二章,无字之碑的秘密 在研究勒山大佛的过程中 林宇航发现了另一个惊人的秘密 据传说,唐朝的女皇武则天 在其身前曾经留下一块无字之碑 这块碑的存在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大家都在猜测无字之碑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生意 林宇航决定展开调查 他来到了位于山东的武则天河藏陵 这是武则天与他的丈夫唐高宗的河藏陵墓 陵墓中,无字之碑的存在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他仔细研究碑旁的陈设,发现碑的周围布满了神秘的风水阵法 这些风水阵法的布置非常独特,似乎有着特殊的意图 林宇航对他的助手说道 第三章,秘密的风水阵法 林宇航和他的团队深入研究了无字之碑周围的风水阵法 他们发现,这些阵法包含了大量古代中国风水和阴阳五行的知识 每一个阵法和符号都与武则天的身平及他所信奉的宗教有关 经过仔细的分析,林宇航发现无字之碑的设置 与武则天生前的政治权谋以及他的宗教信仰息息相关 武则天在位其间,曾经试图以佛教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并且在其身后留下了大量关于佛教的文献和符号 这些风水阵法似乎在保护着某种秘密 林宇航推测道 第四章,古老的仪式 通过对无字之碑和风水阵法的研究 林宇航发现,这些阵法与某种古老的仪式有关 据说,这种仪式能够在特定的时刻开启一扇通往神秘世界的大门 而这扇大门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在武则天的生前 他曾经秘密地与一些古代的宗教领袖合作 试图通过这种仪式来获得超凡的力量 这些宗教领袖相信,通过这种仪式可以与天地之间的力量相连结 达到永生的境界 林宇航和他的团队决定按照古老的记录尝试重现这个仪式 他们在和藏林的地下室中进行了准备,并设置了必要的风水阵法和符号 第五章,揭示历史的真相 仪式的进行充满了神秘与奇迹 当林宇航和他的团队完成了所有的步骤后 突然,无字之碑开始发出微弱的光芒 整个陵墓的氛围变得异常神秘 随着仪式的深入 一道光门出现在了和藏林的地底深处 这是我们预想中的结果 林宇航激动地说道 他们穿过光门,来到了另一个神秘的空间 这里的景象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在这个神秘的空间中 陆续出现了大量的古代宝藏和文献 这些宝藏的存在印证了古代中国对于权力和神秘力量的追求 武则天的身后所留的无字之碑 原来是为了保护这些宝藏 并且隐藏了他在生前对于超凡力量的追求 这些宝藏和文献揭示了历史上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林宇航感慨道 第六章,爱恨情仇的历史 通过对这些宝藏和文献的研究 林宇航发现了许多关于武则天的秘密 武则天在生前曾经经历过许多爱恨情仇 他的权力争夺和政治手段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故事 武则天的身后所留下的无字之碑 其实是他对历史的最后注解 他希望后人能够通过这些宝藏和文献 了解他在生前的真实情感和追求 他的生平中充满了权力斗争和爱情故事 这些故事在他的死后成为了历史的谜题 这些文献和宝藏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宝藏 更是历史和情感的真实写照 林宇航对助手们说道 第七章,现代的反思 随着对武则天秘密的揭示 林宇航和他的团队开始思考这些发现 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 他们认识到历史上的人物不仅仅是统治者和名人 更是承载着情感和故事的普通人 在这次探险中 他们不仅仅找到了古老的宝藏 还揭示了历史上那些被掩盖的情感和故事 这些发现让他们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也让他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 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他们独特的故事和情感 我们需要用心去理解和珍惜这些历史遗产 林宇航说道 第八章,历史的深层探索 随着武则天秘密的揭示 林宇航和他的团队并没有就此停下他们的探索脚步 无字之碑所隐藏的宝藏和文献 为他们提供了关于古代中国许多未解之谜的线索 他们决定深入研究这些文献 试图揭示更多被历史掩盖的真相 在武则天的宝藏中 他们发现了一本古老的笔记本 笔记本中记录了大量关于当时政治和宗教的秘密 这些记录详细描述了武则天在位期间 如何利用神秘的宗教力量来稳固他的统治 其中一个关键的线索是关于一个叫做天地秘藏的神秘组织 根据记录这个组织由武则天创立 目的是保护和利用古代中国的神秘力量 他们拥有一套完整的风水和政法系统 用以引导和掌控天地之间的能量 这个组织似乎在武则天的统治期间扮演了重要角色 林宇航对助手说道 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查这些记录 看看这个组织的真实面貌 第九章 天地秘藏的真相 林宇航和他的团队开始调查天地秘藏组织的历史 他们从古老的记录中发现 这个组织的目标是探索和掌握古代中国的神秘力量 并且利用这些力量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在调查过程中 他们来到了一个古老的寺庙遗址 这里曾经是天地秘藏组织的主要据点之一 寺庙内部的结构复杂 充满了古老的符文和政法 林宇航和他的团队仔细研究了这些符文 发现他们与武则天在位期间的风水政法非常相似 这些符文和政法可能是用来引导和稳定神秘力量的 林宇航推测道 他们在寺庙中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地下室 地下室内藏有大量古老的宝藏和文献 这些文献记录了天地秘藏组织的详细信息 第十章 隐藏的力量与权谋 在地下室的探索中 林宇航和他的团队发现了一个古老的仪式祭坛 这个祭坛上刻有复杂的符号和政法 似乎与武则天的统治有关 经过仔细研究 他们了解到 这些仪式的目的是召唤和控制天地之间的神秘力量 根据记录 天地秘藏组织曾经使用这些仪式来操控天气 地震等自然现象 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这些力量的掌控也使得武则天能够在他的统治期间 稳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这些力量的存在和使用 显示了武则天在权谋和政局上的高超手段 林宇航感慨道 他不仅仅是依靠政治手段来统治 更是运用了古代神秘力量来加强自己的地位 第十一章 揭示历史的真相 林宇航和他的团队将这些发现整理成报告 并且向学界和公众展示 他们的研究揭示了武则天在生前如何利用神秘力量来维护国家和自己的统治 并且指出了古代中国政治和宗教之间的深层联系 这些研究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林宇航说道 武则天的统治不仅仅是权力和政治的结果 更是古代神秘力量的影响下的产物 这些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学界对武则天和天地秘藏组织的重新认识 也使得人们对中国古代历史有了新的理解 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古代历史的神秘面纱 也让人们更加珍惜和尊重历史遗产 第十二章 未来的探索 随着对武则天和天地秘藏组织的研究深入 林宇航和他的团队开始思考未来的探索方向 他们意识到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物和事件 都可能隐藏着深刻的故事和秘密 我们的探索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已知的事物上 林宇航说道 历史的深处还有许多未解的谜题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他们决定继续探索更多的历史遗迹和神秘现象 寻找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故事和秘密 他们相信通过不断的探索和研究 将能够揭示更多历史的真相 并且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珍惜这些历史遗产 结语 密宝迷宗 大佛密藏与武则天之谜 以深入的历史研究和神秘探索 揭示了乐山大佛和武则天之间的深刻联系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场充满谜团的探险 更是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反思 林宇航和他的团队在探索过程中 不仅找到了古老的宝藏和文献 更是揭示了历史人物的情感和故事 他们的发现让人们对历史有了新的理解 也提醒我们珍惜和尊重每一段历史 在未来的日子里 林宇航和他的团队将继续探索更多的历史谜题 并用心去解读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秘密 他们相信历史的探索永无止境 每一次的发现都将带来新的启示和思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